30吃饱 50吃好 可不可信啊 那我们今天就50块的预算 看能在这家店吃到些什么 张灯结彩的呀 这边是可以随便拿的小吃 小麻花什么的 品种还挺多 饮料也随便装啊 水糕吃饱再来拿 这边居然是名当厨房哦 这个价位他用了不是预制菜 哦 他这家是不收常味费 纸巾也不要钱 30吃饱 50吃好 我们来看看菜单 扫了一点菜单 没有什么特别贵的菜哈 蒸菜便宜的6元 这个就属于比较贵的菜了 米饭2元因为认吃 看了一下他们网上有25滴50可以用两张 那我们的预算是不是可以拉高一点点 反正花子只要不超过50就行 刚辣鸡脚筋有星星哎 42点一份吧 好 牛肉生煎包是点一个也可以吧 可以的 哦 那我这些是刚好100块 我选了一个什么口味啊 地质味道 坐等开吃 看看我这个点菜小天才 整整好100块 50块钱点了5样油们 牛肉生煎包我只点了一个 10块的鲜肉末蒸蛋 酸辣鸭脚筋 我点的都是我爱吃的 酸包菜炒粉皮 一个辣椒炒青瓜 先尝一下这个酸辣鸭脚筋 十几下饭油们 它里面是有一些酸卤不在的 在饭上 就直接这些辣照着可以直接吃进去 没有这种酸卤不撕 吃起来那种酸辣爽口的感觉 快下饭了 尝一下这个牛肉生煎包 好酥 现在是那种比较糯比较软的那一种 很好吃 酸包菜炒粉皮 这个酸包菜炒粉皮 我觉得在香菜中不算特别出名的 但是我一直都很喜欢吃这个菜 弄了有嚼劲的粉皮 像那种泡菇那种包菜 这个吃起来特别的爽口 10块钱的肉末蒸蛋 这个还蛮大一盆的 我要举在手上你们才能知道还是多大 咚咚的感觉 它上面铺了一层满满的肉末 确实还是那种咸鲜的口感 装的非常非常嫩 我觉得这种菜应该就像新的 我带了小朋友来吃 小朋友不能吃辣点这种菜 比较合适 怎么样你们觉得我们今天50块挑战算是成功吗 四道菜一个生煎包 还有米饭还有饮料 感觉龙华的物价真的很感人 够胆就是福田南山看一间